見到社會上不公不義 一些completely rubbish的東西 我教學生 你們一定要出聲 你們一定要站出落 很明顯 今次的23條網絡 這個惡惡法 是強姦民意 所有任何的修訂 其實都很可笑的 等於說政府要來強姦你 你說好啦 不要強姦住啦 摸一下手仔先啦 或者摸一下其他部位先啦 這個又是 所有立法會裡面的議員 請你們小心一點 不要立亂作修訂 那個所謂超乎輕微經濟利益的修訂 其實就是讓政府摸一下你先 然後跟著其他的東西 就繼續斬件上牆 最終 香港市民的創作自由 言論表達自由 都將會一步一步被剝削 香港將會和中國完全折軌 這是不是我們不想見到的東西 是 反對網絡有三條 反對網絡有三條 捍衛二次創作 捍衛二次創作 多謝大家 好 感謝韓Sir 好 跟著我們有黃大仙區議員 譚香文也是說幾句笑話